政坛爆发的南南性短片疑云来到第四天 事件更是越演越烈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席阿依莎 今天接受媒体询问时就指出 他们和警方星期二就已经接获投报 加上有关短片关乎国家利益 因此双方将优先调查短片的真伪 此外阿依莎还表示 当局已经开始屏蔽有关短片 她促起民众不要散播短片以免违法 政坛爆发的南南性短片疑云 越演越烈 自认事件主角之一的哈兹阿兹 和否认涉及丑闻的经济事务部部长 拿肚子里阿兹美各说一词 让事件陷入罗生门 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主席阿依莎 今天出席活动后 接受媒体询问时指出 委员会和警方是星期二接获投报 她表示由于有关短片关乎国家利益 因此他们已经优先处理这起案件 不过阿依莎请调 由于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因此调查进度等细节 还不能对外公开 针对有心人士利用手机应用程序 分段流传有关短片 阿依莎对滥用科技便利的做法 大感痛心 他还呼吁公众不要散播短片 以免触犯法律 此外通讯及多媒体部部长哥冰心昨天也强烈谴责散播短片的人士 并表示该部门将极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 虽然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采取屏蔽短片的措施 但如果民众接获有关内容而感到不适 阿依莎欢迎他们向委员会投诉 NTVC 陈伟伦 采访报道